哈囉大家好我是菲英 又到了我們的網路賺錢系列啦 只是這次的網路賺錢系列 跟一萬我們都不太相同喔 這次比較是屬於流言破解的部分 相信只要是看youtube 看過一段時間的人 應該都看過這則廣告吧 自動跟答案史蒂夫的交易活動 每當史蒂夫進行交易時 大夫都長作為 效法史蒂夫成為交易高手 這次廣告當初就超吸引我的 我那時就想嘗試看看 在家錄帽或是打電動 看電影的話 錢就會自動進來的感覺 只是當時還是學生稅比較窮啊 沒錢啊 大家又都說youtube這個平台不太好 所以我後來就沒有下手了 那最近在看股市時 突然想到這則廣告 就決定投個100USD 大概3000台幣左右 來試試看啦 那既然要玩這種更單系統 自然是要找大間的 有公信力 又有更單功能的交易所囉 這次用的平台不是e-chow 但e-chow的名稱真的是不太好啊 我也不太敢用 那一看了全球排名前記名的交易所 我就決定選擇叫GateJets來使用 那這間交易所是2018年時所創立的 還算是滿新的啊 那總部位於新加坡 其實它的理由很簡單 第一個 就是因為它是排名牽涉的交易所中 唯一一個可以玩更單功能的 所以當然整選它喔 這樣也才比較不會太容易被騙錢 或是倒掉 而且目前台灣人 用這個手續被剪判啦 好爽喔 嘿嘿嘿 那我們先稍微介紹這個交易所的介面 再給各位看一下產銷 說實喔 我到現在也還不太敢打開來看說 是賺還是賠啊 雖然3000塊台幣 真的不是什麼大數目 但還是希望能夠賺錢好不好 讚 首先我們先註冊一個帳號 註冊的連結我會放在影片下方說明欄中 註冊完後就可以到官網進行登入了 這個要兩段式登入 等我一下喔 登入完畢後 可以在左上角找到更單 點進去後可以看到不少的交易員 裡面有附上他們近期的收益率和總體收益 這裡的更單更的是虛擬貨幣的合約單 合約單算是期貨的一種 不懂期貨是什麼的朋友 可以點擊我右上角的資訊卡 去看一下關於期貨的基本介紹啦 那相信有許能看到收益高的人 就想跟收益高的 欸可是不好意思喔 每個交易員可以接收的跟隨者是有限的 像我們這個第一名 100%勝率的黃大仙 他的100跟隨者名額都已經被佔滿了 這樣我們就不行跟隨他啦 所以你不一定可以成功跟隨到 你想要的交易員啦 但相對的 只要你看中的交易員 他的跟隨者沒滿 你想跟幾個都沒問題 開心就好 我們這邊直接示範一次 我隨便點一個進行跟隨 這邊我做了條跟單比例跟張數 因為本金不太多嘛 所以我是把比例調成0.1 另外跟單有一個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跟的單是賺錢的 你需要付10%的收益給你跟單的交易員 那當然你也可以成為交易員 帶別人做單 這樣就變成你抽你的跟隨者10%的收益了 假設你有100個跟隨者 等於是10倍的收益啊 超賺的齁 好 那介紹完跟單怎麼用之後 就讓我們來面對現實吧 來看一下我們的跟單成效如何吧 我是從3月19號開始的 那到3月26號結束 總金額剩下 不太多啊 大家也看到這個數字 有點慘啊 那交易員竟然跑了 不然看我的交易員跟隨手益 應該是不會那麼慘 各位看我的螢幕應該就知道 那算下來不太對 應該是有人幫我踢出去了 唉 算了算 就當是個經驗吧 那我們把剩下的錢 零出來比較實際啊 那我們就把剩下一點可可 直接轉到我們幣托的帳戶吧 那先點資產 再點資金化轉 把我們的USDT 從合約帳戶 全部轉到我們的幣幣帳戶裡面 接下來再點提幣 輸入我們的填包地址就可以了 好 那經理的這次實測 我只能說 跟單合約交易本身並沒有錯 它的確可以讓我們偷懶不看盤 就有機會可以賺到大錢 但是請各位記得一件事情 投資理財有賺有賠 也請各位千萬不要為了投資 賭上自己的身家 但如果你是投資新手 想嘗試一下跟單交易 或是你對投資很了解的老手 想要多賺一點佣金的朋友 都推薦你來這個交易所 嘗試看看啦 好 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麻煩幫我影片點個讚 並且訂閱我頻道 有任何問題 也會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私訊我的粉絲專頁 跟我進行討論 我是菲 我們下次見 掰掰